大家好,今天美国的地方选举公布了两个重要的职位 一个是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弗吉尼亚州是一个蓝州,非常的蓝 从2008年到今天一直都是民主党执政的 而且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当中 拜登比川普多拿了不少票 所以民主党一直认为弗吉尼亚州 他们是稳稳的拿到这个州长 但事实上翻车了 共和党的一个政治素人 是一个54岁的富豪 翻译过来叫做杨金 他以51对48.3的优势 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特里·麦考利夫 赢下了弗吉尼亚州州长的选举 赢得非常的大 而且出乎意料 更出乎民主党的意料 这充分说明 现在民主党不得人心 在美国拜登刚刚上台 也就这么几个月 崩塌的厉害 之前美国的几家民调公司 包括民主党的民调 都做出了结果 拜登民调下滑的厉害 他已经成为二战以来 支持度最低的美国总统 短短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拜登的民调就滑得这么厉害 我想对民主党来说 也是灾难性的 以前也说过 拜登这个人 对吧 就是选一个霍悉尼的 因为这一次民主党的初选 不管是桑德斯 伊丽莎白沃伦 这些左派 还是以杨恩泽为代表的 这些建制派 甚至还有中间派 还有民主党的党内保守派 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 所以这么多派别 到底选谁呀 选了一个没有特色 但是又能够霍悉尼的拜登出来 可是美国现在的政治 美国现在的环境 不允许这种没有特色的人 一定需要一个雷厉风行的 能够干大事的 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 所以拜登这个霍悉尼的 就导致他崩塌的非常的快 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很多公知的文章 不管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仿佛是天丸来客一样 对吧 他们的素质高 他们多么的文明 他们如何如何的 但事实上 这个世界人的人性 大体是差不多的 美国的人民和中国的人民 在一些基本的想法上 都差不多的 对吧 关心的无非就是房子 车子 票子 凡事都非常的看重自己的口袋 找工作呢 也都喜欢找 对吧 钱多事少 离家近的 其实都差不多啊 美国人也是这个样子的 白人 什么人的 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人类基本的特性 那显然啊 拜登 这几个月 影响了大家的房子 车子 票子 你看这个房价层层涨 商品呢 各地都缺货 货价空空的 你看美国媒体都讲 这仿佛回到了苏联解体之前 难道美国要解体了吗 大家感到非常的震惊啊 美国一直以来世界最大的国家 对吧 世界霸权 什么时候缺过货呀 商品上都缺货了 货价都空了 这对美国普通民众的冲击啊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所以佛州这个福州这个大蓝州啊 变成了红州 当然这里面啊 也和杨金本人有关啊 杨金呢 属于共和党温和派 并不极端 对吧 举几个例子啊 譬如杨金 他反对强制戴口罩 但是他不反对戴口罩 他反对强制 同时呢 他支持打疫苗 他反对同性婚姻 但是啊 他不支持用行政的权利 去干预同性婚姻 尤其是现在美国同性婚姻 对吧 已经合法了 那合法了呢 就合法了 对吧 我虽然不支持 但是我 我不支持同性婚姻 但是啊 我也不支持用法律手段 对吧 去干预他 同时已经合法了 也不支持他把他推翻 对吧 但是也就不支持了吧 就这个样子啊 所以双方啊 大体上都能够接受 关于控枪也是一样啊 他是对吧 反对控枪的 他反对控枪的 对吧 但是也不支持啊 美国这个 就是很多地方的枪支泛滥啊 造成很多枪击案呢 非常的多 对吧 所以你看起来像是一个温和派 那么偏保守一些 但是呢 又不是那么特别保守 不是那么的特别的极端啊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呢 就是减税 他说呀 他当选之后呢 在弗吉尼亚州 首先取消杂货税 而且一次性给予 300道的退税 那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话 对吧 你至少要拿到 1500美金的退税的 对吧 再加上减减税呀 等等啊 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呀 还是挺重要的啊 虽然钱不多 但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这一次选举啊 对民主党来说 对吧 压力也是非常大 就像前面说的 民主党自己啊 都没认为自己会选输的 但结果就是输了 而且输得非常难看 那明年的中期选举呢 大概呀 也会输得非常的难看 拜登刚上任呢 还说 对吧 会追求下一届的连任 目前看啊 也都泡汤了 我觉得民主党啊 尤其民主党那些大佬啊 他有些想法是错误的 对吧 总想维持着现状 但是现状是维持不了的 总想找一个霍西尼的人 把现状维持住 明明已经病入膏肓了 但是不想改革 就像扁鹊建齐桓公一样 拖来拖去 拖来拖去啊 问题越拖越大 早晚大家对你失去了耐心 就像2016年 对吧 这个通过各种黑手段 把桑德斯搞下去了 让希拉里上来了 对吧 这不输给 输给川普了 那你这一次呢 对吧 这一次啊 拜登啊 弄成这个样子 水当尿裤的 事实上也意味着呀 民主党的建制派呀 基本就完蛋了 完肚子 以后民主党的建制派呀 政治收押基本也结束了 其实从希拉里那个时候 对吧 放手的让 他们党内的改革派 去改一改 改不好建制派再收出来 收拾烂摊子呀 反而啊 对建制派其实是有利的啊 但是这么拖下去啊 越拖问题越大啊 反而建制派呢 也基本上失去了人心 呃 其实还是那句话呀 对吧 美国人也不是金发碧眼的白妖怪 呃 和这个中国人啊 大体差不多的 对吧 或者说世界人民都差不多 对吧 找工作呀 也都想找这个钱多 事少 离家近的 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那么特别奇怪的啊 呃 不用给他们加太多的光环 不要像很多公知啊 反贼啊 对吧 给他们加很多光环 似乎美国人民 素质很高 任劳任怨 遵纪守法 对吧 任劳任怨啊 呃 而且不打扰别人 对吧 守好自己的边界 都瞎就不扯淡啊 呃 那么其实目前美国呀 面临的问题很大 对吧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不管是房价的涨 还是物价的涨 那么老百姓院生都是载道的 大家都想换个人 呃 所以啊 那么要解决通胀呢 没有中国的帮助是不行的 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接下来啊 对中国来说 呃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第一个 民主党呢 面对着中期选举的强大的压力 一定会主动的求助中国的 所以你看啊 呃 这两天 耶伦和戴琪 就放软话了 耶伦说呀 要和中国协商 主动取消一部分关税 这样的话 可以降低一下 美国的通胀 戴琪呢 大体说的也是这一类的话 啊 对美国很多的选民来说 对吧 其实他真关心台湾吗 真关心 美国和中国协不协商吗 未必那么关心 关心的还是把物价降下来 你这个东西层层涨层层涨 吃喝住行 对吧 吃喝拉撒 衣食住行 层层涨层涨 大家更关心的呀 还是这个啊 还是关心自己的口袋 关心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拜登也应该看到问题之所在 还有更重要的呀 就是川普啊 很容易亡者归来 因为这个杨金在福州的当选 离不开川普 因为他是政治素人 他以前没有政治职务啊 川普呢 是给他站台 帮他拉票 其实不止杨金啊 川普现在布局很深 他在很多州都布局了很多政治素人 帮他们站台 帮他们拉票 而且川普啊 至少在选举上还是很厉害的啊 很厉害的 包括这个杨金 包括很多政治素人啊 川普都放低的姿态 没有高高在上啊 虽然他说话一贯很自大 但是面对着这些 他培养的这些政治素人呢 对吧 说话很平和啊 也没有高高在上 凡事和人商量 看起来啊 很爱财 很稀财 或者说看起来啊 也非常的支持他们 给人平意寄人的感觉 对吧 还有更重要的呢 川普支持的这些政治素人啊 声望越来越高 你看杨金都拿下福州州长了 这是更进一步的挖空 或者说是掏空了共和党啊 共和党呢 更加加速的变成了一个川普党 共和党的建制派啊 其实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明年呢 川普会不会如他所说的一样 带领着共和党夺下中院 川普当上中院的议长 然后弹劾拜登呢 对吧 2024年川普王者回来呢 目前看可能 可能是要更大呀 然后啊 川普把拜登参加的国际组织 什么巴黎气候协定啊 WHO啊 挨个全退 对吧 当然这个事啊 对万万最不利啊 这两天啊 苏贞昌还教训台湾人 我们吃莱猪 是因为要国际化啊 国际都吃 对吧 不吃莱猪 我们能加入CPTPP吧 可问题是美国也没加入CPTPP啊 如果川普王者归来啊 对吧 不用川普当选 这个总统啊 明年川普当了 中议院议长之后 川普他本身啊 他们这一派就是退出 各种国际组织的 就是要退的啊 各种国际组织都退的 CPTPP 美国更不可能加 当然对欧盟来说 对澳大利亚来说呀 也是比较悲惨 对吧 之前德国啊 德国之前说过默克尔 就是这个拜登刚上台啊 当时 当时在英国开了什么会来 我忘了啊 对吧 这个德国和 就对拜登提过质疑吗 就是 对吧 你现在我们跟着你干啊 我跟着你一起反中 可以 可是问题是 四年之后 川普能不能再上台呢 川普再上台 我不白干了吗 四年之后你又变了 对吧 川普又上台了 国际组织退个溜光 对吧 我们跟着你反完中了 四年后川普上台 过来 哗哗哗 跑欧洲来 跟我们一同打 对吧 把我们又打得比起点种 那我到底图个啥呀 对吧 所以也在质疑拜登 你到底能不能 稳住美国的局势 民主党 到底能不能掌控 美国的局势 如果你掌控不了的话 对不对 所以啊 其实这个 除了澳大利亚这个傻子之外呀 大部分的国家 也都是这个样子呀 因为美国现在政治不稳定 拜登代表着国际合作 对吧 但川普不是 他是不搞国际合作的 你看上台 对吧 国际组织 全退 Emerical First 欧盟 加关税 越南 加关税 印度 对吧 这个莫迪 给川普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 川普当然当时很高兴 对吧 好几万人啊 听我演讲 但是回国之后呢 印度 加关税 对吧 取消印度的某些优惠 川普在上台 在搞这套 你民主党 对不对 你掌控不了局势 那我跟你扯什么蛋呢 你们有一个政治的稳定性 所以啊 对吧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还是利好中国的啊 那么回到美国呀 还是一样啊 美国这个政治都在极端化 对吧 其实除了前面说的民主党的这些东西 还有很重要的 拜登又重新搞奥巴马那套 重回政治正确 身份政治 那奥巴马时代 对吧 民主党崩就崩在奥巴马时代 看了一下啊 在库上看了一下 对吧 一些美国人谈这个事情 有几件事情啊 对美国选民刺激很大 一个是缺货 物价上涨 第二个呢 就是川普向法国认错 美国错了 认错了你不能说的 美国这种大窝 是要面子的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呀 就是 这个之前 美国发生一个事情啊 是一个大学 还是一个高中的啊 一个女孩 被一个 男的给强奸了 这个男的穿裙子 他说他是个变性人 对吧 或者说他心里认同是个女的 那不管怎么讲 他确实强奸了 强奸的这个女孩呢 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心里认同是个女人的男人啊 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然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啊 上大学去抗议 他反而被抓了 对吧 这也是搞这个身份证值 带来的社会大刺激 就这个案子啊 这件事情啊 对美国呀 尤其对保守派 甚至对共和党 对吧 这个保守派 对民主党 一部分人刺激很大 刺激很大 所以很多人啊 都反水了 包括中间派 包括民主党的 对吧 很多人啊 很多中间派呀 或者偏保守的呀 对吧 都反水了啊 都反水了 呃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总之吧 这个选举还是影响不小的 再加上波士顿 还有一个台湾裔的女性 当了市长啊 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呃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啊 最重要的呀 就是告诉大家 尤其是广大华人 对吧 要敢于参与美国的选举